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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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道 从渠土断面看 此地地层绝大部分 是由黄河改道 遗留下来的淤积层 据史料记载 从西汉武帝 到清朝咸丰2000年间 较大的黄河改道 就有20余次 大量泥沙被搬运至徐州地区 并在狮子山附近 形成了四米多深的沙土层 为了保证发掘过程的顺利 考古队员布置探钩 逐步清理 经过近一个月的发掘 他们最终发现了五座涌坑 这个二号坑呢 只清理了一个东段 它的西段 前半段呢 当时没有来得及 完全地把它清理 揭露出来 同时呢 也是发现了这个三号坑 这个一号坑 二号坑 三号坑呢 是成一个 三条并行排列的 这么一个形式 这些泳坑长二十多米 宽约两米 深约半米至一米 泳坑之中是密密麻麻的陶涌 仅从一号和二号泳坑中 考古队员就发掘出两千多件陶涌 面对规模如此庞大的泳坑和陶涌群 考古队员不禁想起一件往事 三年前 施工队就在这些泳坑的西北部 挖出过一个西汉马泳坑 这令他们相信 狮子山下的这些陶涌 极有可能与秦始皇兵马泳类似 也是规模庞大的兵马泳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泳呢 它的背后背着一个方形的 这个叫剑符 它是用来装剑的一个工具 这个泳呢 它本身也是一个工农手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姿势呢 保持着一个这样 右手是一个托举的姿势 左手这样持住 是一个手持弓弩的一个造型 它的背后这个剑符呢 在很多的这个弓弩手的背后 也都贴着这个 应该是当时弓弩手的一个标准 配备的工具 经过清理之后 陶谷队员发现 这些陶涌根据不同姿态 可分为战式涌和跪坐式涌 并且都是士兵涌 这是从一号坑中出土的一件 战式士兵涌 高约45厘米 背负长方形核状剑符 上部成斜口状 上部成斜口状 高约27厘米 头戴平顶盔 身着长袍 二目平视 两臂下垂 双手前伸 左手向下半握成暗雾状 右手握拳中空 也似乎持有兵器 在清理泳坑时 最吸引考古队员注意的 是处在众多陶涌之中的四匹骏马 这四匹骏马并成一列 昂首站立 在队伍中十分显眼 为什么这里会突然出现四匹并列的骏马呢 考古队员对此感到很疑惑 考古队员对此感到很疑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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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地位非同一般 在狮子山兵马俑被发现之前 中国仅发现两处兵马俑遗址 一处为咸阳 杨家湾 西汉兵马俑遗址 另一处即为赫赫有名的秦始皇兵马俑遗址 狮子山兵马俑的出土让徐州博物馆工作人员极为兴奋 最后我们也会认识到 这些人是一代军王 如果我们认识在议参加 他们立法会不会也是一代军王呢 考古队员对徐州历史十分熟悉 他们意识到 答案很可能隐藏在徐州的历史之中 徐州地处江苏北部 东滨大海 南平江淮 北厄齐鲁 自古是边家必争之地 也是重要的经济发达区域之一 位于徐州市西北部的沛县 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 楚汉相征时 刘邦封大将韩信为楚王 镇守在徐州一带 公元前二零一年 刘邦称帝后的第二年 刘邦封其义母帝刘骄为楚王 定督徐州 此后 以徐州为督城的楚国 成为汉朝重要的封国之一 共沿袭了十二代楚王 用军阵送葬 是一种等级很高的葬礼 只有楚王统治徐州时 才有条件完成这样的杰作 那么 这些兵马俑的主人 是否就是汉朝的十二代楚王之一呢 在这种推断下 兵马俑主人的身份地位 也被再次推向王侯级别 那么 这位王侯级人物的墓葬 又在哪里呢 为了找到墓葬 考古队员决定 从他们熟知的秦始皇兵马俑 寻找突破口 考古队员发现 秦始皇兵马俑 统一面朝东方 而秦始皇的主墓室在兵马俑后方 也就是在兵马俑西别 一般来说 汉袭秦制 只要知道狮子山兵马俑的面部朝向 就能判断出墓葬的大致方位 于是 考古队员选择了保存 较为完整的二号涌坑 作为参考对象 二号坑西端 是已发掘部分中 桃涌数量最多 密度最大的一段 共有八百多件桃涌 排列较为严整 这些桃涌绝大多数面朝西方 兵马俑朝向西方 那么它的东边 也就是狮子山上 很有可能是兵马俑 主人墓葬的所在之处 狮子山是一座东西走向的小山包 高约六十一米 山势较为平缓 从高空俯瞰 山峰形如卧狮 因而得名狮子山 当时用了大概有两三年时间吧 就是请了全国六十多位 地质方面的这个 就是从事科技 科技勘探的这个专家 来到石子山 也采用了很多这种 新兴高科技的这个 雾探方法 找了两年多 没有特别清晰准确的一个线索 从1986年开始到1990年 近五年时间过去了 墓葬依旧没有找到 难道狮子山不是墓葬所在地吗 就在考古队员迟迟找不到墓葬时 他们发现 兵马俑存在一些十分怪异的情况 这些永坑呈长条状竖井式 口宽敌窄 但永坑底部 却只是略加修饰 显得并不归正 甚至连嵌在永坑底部的 大块裸露岩石 都没有清除 导致永坑分为东西两段 跑永间距大小不等 发便永和发际永相互掺杂 好像是很随意地扔进坑里之后 就开始掩埋 五号坑和六号坑的情况 则更加奇怪 这五号坑 六号坑呢 当时是由这个建筑构建出土的 通过那个清理业发现 里边的埋藏的陶俑呢 以这个骑兵俑为主 但是它的埋藏的状况呢 很奇特 就是相同的部件 成堆分开散落 没有组装 比方说 几十个陶俑的 那个陶马的头放在一起 几十个为组装的马耳朵 堆在一起 马尾巴 马腿之类的 都是按照不同的部件 分开堆放 然后最大是哪个坑 最大是哪个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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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一样归坑 一样归坑 直到时间来到一九九一年 这件事才终于有了转机 到山上去踏茶 走累了以后呢 就在一户人家的门口坐下来 正好有几个老先生 坐在门口聊天 后来有一个姓张的老先生 他就说呢 就说起他家 在他小时候 他们家就挖过一个红薯窖 考古队员了解到 老先生家中的红薯窖 足足有两米深 正是这一点 让他们感到很奇怪 徐州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山包 土层很薄 基岩立这个地表很浅 谁家为了这个挖红薯窖 去开山踩石 这个挖一个 深达两米左右的 这么一个石坑 作为红薯窖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没有人会干这个事 既然红薯窖 不可能挖在石头山上 这就说明 老先生家里的红薯窖 应该是挖在了土层上 那么这个土层 很可能是墓葬的封土层 立马组织了调查 到这户人家 就在当时 挖红薯窖的位置 就进行了这个勘探 也组织了视觉 这个一挖不要紧 正好巧了 就找到了一段 具有人工开凿痕迹的石壁 1991年11月 徐州博物馆工作人员决定 在石壁附近区域 开展视觉工作 在前几天的发掘中 除了泥土和山石之外 考古队一无所获 后来的一天 终于有人从土层中 发掘出一些铜钳 这枚圆形方孔铜钳上 清晰地印着半两二字 毫无疑问 这是一枚半两铜钳 从秦朝开始 半两钳正式流通 一直到汉武帝 铸造五珠钳后 半两钳才逐渐退出 货币交易市场 根据秦朝半两钳重 而汉朝半两钳轻的特征 考古队员发现 眼前的这枚钳壁很轻 应当是汉朝的半两钳 很快 一枚印章出现在考古 考古队员的视野之中 这枚印章由铜制成 印章上刻着四个字 楚司马印 司马即为掌管军事之官 很显然 这枚印章所代表的身份 并不是楚王 但楚字的出现 给考古队员提供了重要信息 如果地底下存在墓葬 那一定和西汉时的楚国有关 随后 考古队员又在同一区域 发掘出残玉皇 玉碧等玉器 他们推测 这个位置的地面下 应该存在一座高等级墓葬 那么 这个神秘的墓主人 到底是谁呢 1994年12月1日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 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 和南京博物院 联合组成 狮子山楚王陵考古队 开始对狮子山上的这座墓葬 进行正式发掘 发掘工作 从考古队员视觉的大坑开始 这个大坑 其实就是墓葬的天井 在这个过程中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挖到这个天井的下方 整个墓葬变了 这和我们想象的 以前想象的这个数学 这个甲字形的这种数学墓葬 不一样了 在它这个南北向的 这个墓坑的正下方 又出现了一个小墓葬 就是小墓葬 又就是中间的这个 中间的大坑的下方 明镜需要您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玉片上还带有金丝 他们据此推测 这些玉片很可能是一件金铝玉衣的玉衣片 古人相信玉器可以保尸身不朽 灵魂升天 汉时出现的玉衣可算作以玉练尸的极致代表 也就是说 牧主人下葬时很可能身穿金铝玉衣 那么原本穿在牧主人身上的玉衣 为何会出现在封堵木门的三石上呢 考古队员据此想象了一下当时的情形 盗墓贼从牧主人身上扒下玉衣后 再拿到透着光亮的木门处 最后在三石上把金丝抽走 这些他们不敢拿走的玉器也因此被留在了三石上 这些散落的玉片虽然令考古队员感到触目惊心 但也向他们传达出一个信息 牧主人的身份绝对不同寻常 那我们按照我们国家西汉的这个当时国家的一个藏制吧 使用基流寓意的一个是汉代的皇帝 这个就是西汉前期的诸佛王 考古队员推测根据之前出土带楚字的印章来看 这座墓葬应当就是一座楚王墓葬 那么它会是哪一代楚王呢 被盗过的墓葬里又是否早已空空如也呢 要想了解真相 考古队员只有继续发掘 当考古队员清理完塞石附近的填土 准备进入墓室时 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出现了 他们在身后的墓道两侧 发现了不同寻常的地方 我们发掘的时候呢 就是那个丝板是叠压是非常完整的 这样我们心里呢非常喜悦 它这个有时间没有被盗到而是 这在考古史上已经算是 我们是汉代的这种许多的陵墓里面是没有见过的了 那我们就很期待 这四间耳室能够出现了能够埋葬一些不错的东西吧 原来盗墓贼只是进入了主墓室 并没有发现位于墓室南部的这三间耳室 那么这些耳室里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考古队员最先打开的是位于西木壁的北端 距离塞石最近的一间耳室 当考古队员将封门石清理出去后 惊喜出现了 这个耳室的这个封门石打开以后 地上呢就是一些很小的土 这个气物都是暴露在这个肉眼能看到吧 很多的大型气物 有实际在一米左右的这个大钢吧 算是大铜 都是铜钢 考古队员清理墓室后发现 这间耳室中随葬的大多是沐浴用品 这是一件铜钢 也称铜键 口径约88.5厘米 在铜键里放置有一件罕见的铜扁壶 壶口呈铲型 两侧有对称环形耳 后腹上有一环形牛 如果要是单独出这个 可能说是酒气 但是它因为整个这个东西是放在 就是厨房的一个沐浴用品的一个房间 所以说我们知道了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是一件沐浴用的 王可以坐在这个沐溅里面 然后往他身上可以浇水 用这个水流可以流出来 这件青铜器呢 非常有特点 就是目前只有西汉的四十三宠王陵发现了 前面没有 中国从上代以来的这种青铜器 里面没有这种器型 只有到这个时候 全国别的地方也没有出土 只有四十三宠王陵出土了 所以它是中国青铜器里面的一个骨品 这是另外三件银制沐浴器 分别为银盘 银盆和银鲜 让考古队员感到欣喜的是 他们不仅在银鲜底部发现了类似于沐浴时的爽身用具 还发现了加工过的精叶类植物 他们推测 这应当是沐浴时所用的中草药 通过仔细观察 考古队员发现这件银鲜上刻有名文 换卷上遇 沐浴 沐浴 一旦一斗八升 重面衣金十两十株第一遇 它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 是这个楚国的 楚国的这个患者 楚国的王宫里面 患者是伺候这个 伺候这个楚王隐私起居生活的一个官员 就是一个太监 并且还写着这个里面多少金 重多少 容多少 古人誓死如是生 在考古队员眼中 能够被宦官释放的人 极有可能是楚王 他们越来越确信 这座墓葬就是楚王墓葬 这种观点也在接下来的清理当中 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印证 发现完这个第一个儿室以后 我们就再往前就发觉了这个 W1 内部道西侧的南边的那间儿室 这个结构和北边的这个儿室差不多 打开这间儿室以后 是很震惊的 这间房间从功能上来看 埋葬的器物主要是兵器 出土了200多箭套的成捆的兵器 这些兵器制作非常精美 包括青铜剑 青铜锡 青铜鸡 青铜鸡 并且大部分长饼兵器 手柄末端都有流金铜尊 除了这些兵器 考古队员还从中清理出了一件特别的金器 金带寇 它长约13.3厘米 宽约6厘米 是腰带的重要部件 这原本是两条重叠放置的金带寇腰带 金带寇正面以浮雕刻画出文式 描绘出一个动物撕咬的场景 从被咬动物的头部来看 它似乎是一匹马 马手刻画精细 马身呈扭曲状 两只猛兽分别紧紧咬住马的背部和一只后蹄 但最吸引考古队员注意的还不是这些器物 而是牧师南侧石岸上的一批随葬品 在南侧放了一个石岸 案子上出土了现在我们国家最好的一套 西汉时期的玉的酒具 这个案子上有四个酒具 最精美的是这一件玉尊 通高11.8厘米 它由一整块新疆和田玉拙制而成 分为尊体和尊盖两部分 气身上下各式有一周瘦面文带 中部雕琢细密的勾连古文 这样的玉尊在我国屈指可数 除了这四件玉制酒器 牧师中还有一件成酒器 流金同方 方口上端有腹斗形方盖 盖上柱有四个凤鸟形盖钮 腹部两侧有对称的瘦面弦 方身通体流金 腹力弹簧 当这间耳室清理完后 所有人又将目光投向了东边的耳室 当考古队员打开封门后 他们发现在牧师的北侧 有用石头搭建的灶台 旁边放置有铁斧和陶增 旁边还有几个十八公分高的小桃涌 就是相当于有男的有女的 大概有十多件 这个相当于就是在这个厨房搞杂役的这些 这个牧师的东北角还有一个 做了一个六十公分建方的一个方的一个水井 就是有井有灶 我们基本上能定性它是一间抛厨房 抛厨间嘛 洗澡的浴室 放兵器的府库 以及刨处间 这三间耳室已经为考古队员描绘出了一个 牧主人极为优渥的生活场景 当考古队员将这三间耳室清理完毕时 春节近在眼前 他们也暂停了发掘工作 但所有人都知道 不久之后 当他们重返狮子山时 一个更加让人激动的发掘故事 就要上演